第七年当时我考研考了四年 考了四年我一直在考中国美术学院 然后我的文化课成绩基本上都在140以上 然后就是专业课不太行 小张今年29岁 去年12月他参加了第四次研究生考试 还是名落孙山 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 当时益胜考研的负责人通过评论 向小张发出邀请 小张说之前在这家机构试听过 因为没有钱他就一边打工 教小孩子画画一边准备考研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就马上联系他 然后就交了三万块钱 去那里学习 这三万块钱是什么 三万块钱是全程班的费用 就是当时跟他们约好的 是从五月底到十二月底七个月的 小张只有转账记录 没签协议 他说平均每周要上四五天课 没课的时候也可以来自习 今年8月11号 机构突然要开除他 这家杭州益胜考研在转堂办公 负责人黄校长介绍 这里的老师基本都是在读研究生 因为他文化科也比较好 所以当时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他的 然后也在这里学习 黄校长准备了一桌子的聊天截图 其中有一张显示 小张说遇到郑老师挺倒霉的 还形容郑老师的课垃圾 黄校长说这是开除小张的第一个原因 辱骂老师 不过小张认为事出有因 因为郑老师他是第一次当老师 他之前没有教学经验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上课 然后其他同学也对这个上课的内容 就有一些质疑 然后我们就说 然后刚好小玉那个时候出去 去其他机构试听了 一个同学 对小玉 他就拿到了其他机构上学的那个PPT 然后就分享给我跟刘雨琪两个人了 然后我把这个PPT拿去给郑老师看了 然后叫郑老师学习一下 别人是怎么上课的 然后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怎么被小玉知道的 小玉他可能是自己猜的 他就说我背叛他 说我把那些记录发出去了 然后我就反过来问郑老师 我说你为什么要把小玉出去试听的事情 告诉散播出去 这样的话他没有多难堪 这样的话我同时失去了两个朋友 他觉得您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 影响到他和同学之间的感情 您觉得这个过程 他是在辱骂你吗 我们认定这是一起辱骂的事件 开除小张的第二个原因是 黄校长说 是小张经常深夜发微信骚扰人 他提供了小张深夜给老师发微信的截图 另外在5月30号中午12点多 小张一直给一位吴老师发消息 吴老师没有回复 其中小张还跟老师提到了 如何做人的话题 吴老师年纪比小张小一些 他不愿意面对镜头 但强调很受困扰 人生哲理 是不是 因为我平时喜欢看哲学方面的书 真的很抱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当时没有辞职 当时我白天上班 晚上画画 白天在幼儿园里面带孩子 然后晚上回去画画 所以就会发一些 小朋友的图片给他 然后 然后因为当时 一边工作一边画画 然后压力太大了 所以就有一点口不择言 小张说后来把工作辞掉了 也向吴老师道歉了 类似平反发消息的举动 他在被开除后 只向郑老师和黄校长做出过 我说你不要什么脏水都往身上泼 然后他就指着说明明是你脏 他就这样子指着我说的 然后我 然后我 然后我当时就被吓到 然后他还说 像你这种人没有资格考研究生 然后然后他说 他说你把死胡在老师脸上 对 他就说了 我说你还可以代表教育局 说我 老师有没有这样说过 我绝对没有说过 说过的 双方各指一词 之前这家机构退给小张 一半的费用 一万五千块钱 不过小张认为 应该按时间算 这时黄校长拿出 没有签字的协议 说违反校规 按道理一分钱都不能退 再次协商后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1818黄金演技主报道